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台湾防疫是出现了大状况了 这个疫情真的是大状况 今年指挥中心又在公布新增29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再次创下本土确诊病例的新高 就单日新高 不过呢 陈时中表示说还没有确定要升级到第三级 因为有些关联性还没有查清楚 那这个29例其中有7例没有相关性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溯源的 没有办法溯源的有7例 那其中呢 新增案例中有16例 跟这个万华区的茶艺馆还有周边相关有关 另外5例呢 跟1203 以及呢前狮子会还有相关的个案有关 1例呢跟宜兰的游艺场有关 所以现在目前主要有三个 这个确诊源头 一个就是狮子会嘛 另外一个就是宜兰游艺场 还有就是万华的阿公殿 这三个是现在目前麻烦的确诊源头了 那今天另外疫情也扩散到这个高雄 因为高雄也传出来有确诊案例 包括昨天傍晚就已经传出来 就是说那个进棚啊 这个桃园的PCB大厂进棚 也是上市公司 也传出有员工有确诊 此外呢 和平医院也多了两个确诊案例 所以柯文哲说呢 万华区恐怕还有染疫者 要伸设快筛站 那和平医院收治了两个 新冠肺炎的确诊者 那昨天晚上呢 就紧急关闭急诊 那病患只准出不准入 但不封院 那陈时中今天跟柯文哲 就商讨防疫对策 那对和平医院的风险 清零预作准备 现在目前这个和平医院 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了 在此情况之下呢 刚刚柯文哲宣布了 台北市的网咖八大行业 从今天凌晨起 这个就暂停营业了 也就是说哪八大行业呢 电子游戏业 网咖 还有呢KTV 这些全部都算叫做八大行业 全部就是从今天零时起 就要停业了 所以这继新北市之后 再一个就是重大的宣布 因为新北市已经八大行业 是宣布停业了 就暂时不准开了 那至于刚刚讲说 明天要公布的确诊者 的接触者 外传是总统府的员工 今天指挥中心也说 这个外传总统府 有匡列的确诊的人 是明天要公布确诊者的接触者 大家听清楚是确诊者的接触者 就是说明天要公布的确诊者 不是今天要公布 明天要公布 这个指挥中心有排序 今天公布几个 明天公布几个 明天要公布哪一些 当然我相信指挥中心 有他这样子 可能的理由 就说可能这个疫调还没做好 足迹还没确认 或怎么样 有一些事情没有确定 所以我们放明天公布 我也能接受 但是如果他是刻意说 要去安排 今天几个明天几个 那大家都不能接受了 对不对 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什么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整个指挥中心 他们对于到底有多少确诊者 然后要怎么排序 那是他们最清楚的事情 那国人都是得听他们的 就对了 现在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现在目前也确认 因为现在各种马路消息 越来越多 记者都会跑去指挥中心 问这些发言人 说到底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那样子 土城的怎么样了 然后那个板桥的学校 又怎么样了 因为你一关起来 消毒学生停课 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 都会跑去问 结果今天一问 那庄仁祥就讲了 说明天要公布确诊者 的接触者 是那个总统府 那个的这个员工 那总统府事关重大 对不对 蔡总统在里面 所以大家会特别关心 这个事情 所以说整个疫情的状况 可以讲说是非常多 另外还有停电的状况 停电呢 今天经济部也正式道歉了 说是人为疏失 而且台电要赔5亿 将近快赔5亿 就因为一个工程人员 误关了开关 你只能说无言嘛 你还能说什么 所以说这些状况呢 一再发生 就跟你讲就是这个 就跳针了嘛 整个就跳针了嘛 那么赶快来请教筹码专家 财经作家 阿斯批林 阿哥你好 阿哥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阿哥怎么看现在目前 这个股市可能的这个状况呢 从丑马面怎么看呢 对我们说整个情绪 这个几乎是从天堂 直接掉到地狱 两个礼拜前 十几天前 甚至上个礼拜而已 上个礼拜跌了1000点以后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随即又谈了三四百点 大家就认为说 最后的买点又到了 那个上礼拜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要跌 应该没人相信 但是现在你跟大家讲 说这个行情要涨 一样没人相信 所以整个情绪会这样扭转 其实市场最关心的 都是这个疫情的变化 那外资事实上在高档 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 空单的布局 那外资的这个空单的 成本呢 目前大概已经获利 1000多点了 外资的成本大概是 16771左右 大概16700多点 现在已经15000多了嘛 所以外资的空单 已经获利超过1000点 所以它今年的绩效 又再度翻证了 外资在这波下跌之前 一直被笑 为什么 因为空单一直空 指数一直涨 一直空 指数一直涨这样子 但是呢 它就是知道说 它的空单后面 会有一个利空出发 当然这个疫情 绝对外资也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外资在过去 五个交易日 是疯狂的大卖了 第一天它就大卖 疫情第一天 它就大卖了 420亿 动作可以说是 非常的果断 那这样这几天 也是每一天 都是一两百亿的在卖 这样五天加起来 加上今天 外资继续卖超 136亿 在昨天美股大涨的情况下 外资仍然是卖超 表示外资又把这个疫情 考虑进去 继续卖超 五天来 卖超已经快将近1000亿 但是在卖超1000亿的 这个情况下 而且不止现货卖超 昨天外资的借券卖出 就是外资的股票的空单 也增加了10万张 从4月中 一个相对低点 780万张借券卖出 到昨天已经增加到了957万张 这大概不到一个月 已经增加了180万张 外资现货也是卖超 借券也是增加 很明显的空单 好那阿哥等一下继续帮我们做台股分析 现在我们有紧急的一个新闻 苹果日报宣布要停刊了 苹果日报今天刚刚最新的消息出来了 就在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前 它公告了 苹果日报从这个月18号起停刊 18年前的5月2号是苹果日报的创刊日 那现在目前正式宣布停刊 就是5月17号会出刊最后一次报纸 然后18号起正式停刊 苹果日报据我知道了 它一个月大概要亏五六千万了 因为我有问过苹果日报里面的相关 相关算高层人员吧 就因为先前不是传出苹果日报要卖的事情吗 那我也特别去了解这个事情 据说有两家两个集团出钱要买这个苹果 他们也跟香港的这个益传媒 因为台湾苹果日报是香港益传媒的子公司 那就签了一个意象书 是不具这个约束权利的意象书 那黎智英据我知道 他要卖苹果日报 大概他出价是12亿到10亿 10亿到12亿 就是卖个两位数比较好看 结果对方出个个位数亿 你怎么卖嘛 如果真的用这个价钱卖 那不是太难看了吗 然后还要求说 我要买之前你要先裁员 因为苹果日报现在大概还有750个员工 他的鼎盛时期 苹果日报大概有3000多个人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已经裁到剩下四分之一了 去年年中的时候还裁了过140个人 那是此前最后一波裁员的裁了140个人 那现在目前剩下四分之一的员工 结果呢 要买的那个方呢 还叫黎智英说你要再裁员我才要买 那当然就不卖了嘛 就宣布这个不卖了嘛 那不卖问题大了 因为他一个月要亏五六千万嘛 他一个月的支出是 据我知道他一个月的支出要上亿啊 上亿的支出啊 但是他的营收大概只有五六千万了 所以他一个月要亏五六千万 一年要亏个五六亿啊 那一年亏五六亿也就算了 香港一周刊一传媒 过去十年已经累积负在超过百亿台币了嘛 一传媒本身也亏损嘛 就是香港苹果日报也亏损嘛 虽然说黎智英在香港搞那个订阅制 这个有大概现在目前还有六十几万的这个香港人订苹果日报了 但是订阅制抵不住那个 纸媒的广告啊 数位媒体广告的下滑嘛 那个广告下滑的那个金额太惊人了嘛 那纸媒的销售也不好嘛 所以说一传媒整个是亏损了 亏损累累啊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 宣布停刊也是可以预料的 只是我个人没预料来得这么快 刚刚在三个三十分钟前 苹果日报正式宣布了 从17号之后 17号之后就没有苹果日报的纸本了 这个是一个最新消息 跟听众朋友来报告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留比较完整的这个时间 给阿哥再救 现在目前台股最新的状况做完整的分析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看到苹果日报要停刊的消息 很震撼 但是也是预料之中 那苹果已经发给他们所有 700多个同事的这个相关通知了 那这个通知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更早通知各位同事 这个高层通知的一个公文 他说呢 这是公司赶到抱歉的地方 公司会在本月 也就是这个月啊 5月16号之前呢 通知相关被资遣的同事 依照劳基法办理应得的资遣费 而且呢会给 会给薪啊 从17号到5月底的薪资还是会给 6月1号起在佳季啊 这个依照年资应得的预告工资的薪资 那至于说总编辑啊 苹果日报总编辑也发了一个 陈玉芯也发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同事啊 他是说呢 一向问责于社会 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问责于自己 他说我们很努力 但是也不够 努力也不够了 愧对同事作为管理者 他说我更愧对同事 我已经向行政总裁表示呢 即日起持续懂事台湾苹果日报社长 跟纸媒总编辑的职务 而且把自己也列入了资遣名单 跟纸媒同事共进退 因为事出急迫啊 所以呢没有办法更早的通知各位同事等等等等 就我刚刚所讲的 所以苹果日报确定 在17号出了最后一份报纸之后呢 就要结束 现在目前苹果每天 他还有10万份的销售量了 那这当然已经跟他这个最高 当时高峰比起来 六七十万份比起来 那是差的已经是天南地北了 这个纸媒真的是很难在台湾经营了 据我知道其实苹果对员工的福利 早先的时候 就是财务状况不错的时候 其实是不错的 还有下午茶 然后还请了大厨来报社内办员工的伙食 下午茶还可以吃哈根大使的冰淇淋跟冰棒 这个确实对员工的福利各方面不错 而且当时也是有很高的薪水 十几二十万这样子给这些蛙人嘛 那今天走到这条路上 那这个你怎么说呢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先讲到这边 我们继续来请教从马专家财经作家 阿斯匹林 再继续来谈台股 阿哥那你觉得台股下周会怎么演变呢 关注的焦点在哪里 我们关注焦点关键还是在于 那个疫情的变化 疫情只要尽快的可以控制住 台股这个地方就有机会 打出一个底部 投资料知道有个关键的时间点 大概就是每一天的凌晨 早上开盘到十点多 今天早上什么时候开始急杀的 从涨到快四百点 一路杀到快停盘 大概就从十点左右开始杀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现在已经是大家都是狗仔了 十点整所有的这个line就在开始传 今天可能是几粒几粒这样子 只要那个数字 出乎大家的预料 那卖压就会非常重 大概未来的一两个礼拜 可能会维持这个状况 只要新增的病例案例多一些 台股就有卖压 如果少一些就会涨 如果案例可以低于十例 就不要两位数八例新增六例 台股就会有买盘的啦 那什么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嘉玲出现 不是梁超伟的老婆刘嘉玲 就是嘉玲一天都没有任何的 确诊的台股的多头就会非常强了 那最近应该都是一个 洗融资的一个过程 我们刚才讲的外资 虽然偏空 但是另外由于融资维持率 到昨天已经只剩下146 今天看到所有股票都在杀 应该会降到143左右 那这样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融资 都会濒临断头 但是最近的一个状况 有一个特殊现象 你去问营业就大概知道 有一半的融资是怎样 自断手脚啦 因为这个疫情 让大家的恐慌加深 所以大家会自行先把融资去减满 那个融资昨天是减满了83亿 那柜台也减满了19亿 累积三天来 大盘的融资减了338亿 柜台减了90亿 加起来已经少掉了420亿 光融资如果现股的卖超 应该也有500亿以上 所以光这几天 这三四天 散户的卖压就高达千亿 不会输给外资 所以造成这个卖压这么重 但是在外资一直卖超的情况下 外资今天的期货进步位 是少了6268口的空单 空单只剩下15524口 在5月10号的时候 外资的空单还高达 37519口 但是这四天来 所以到台一直下跌 但是外资的空单 已经只剩回补了1万2千口这么多 表示什么 外资认为说 这个地方可能有机会 做一个主体的一个打算 所以外资怎么说卖压 现货的卖压减轻 甚至转为买超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台股是不是有这个主体的机会 那这一波台股会跌这么深 最主要是什么 上个月整个全台有交易人数 高达350万人 就几乎所有有交易的人都跑出来了 表示市场过热 任何一个利空都会引发市场的一个恐慌 所以现在消化这种大量的这个什么 就所谓的挤门事件 就是一个拥挤的餐厅 所有人都要逃生的时候呢 就会人挤人 人踩人 这个是属于踩踏事件的一种 不过昨天大盘大跌的时候呢 前天大盘大跌的时候呢 这个一度整个收盘 收盘大跌超过7%的加速 高达500多加 这个是一个过度恐慌的一个情况 因为通常外资卖股票 他不会把它卖到跌停 只有散户恐慌的时候 就不计价 把股票杀到跌停来锁死这样子 通常过去 无论是多大的空头 只要出现这种不计价 往下砍的这种讯号出现呢 通常低点不会太远 加上最近的美股 有开始指纹的现象 今天雅股 就除了台湾受到疫情影响 雅股几乎是全面性的上涨 连陆股之前比较弱势的 今天也是明显的 有涨幅出现 那台湾在整个疫情的变化下 也让散户人精人尽 这样也是比较好的啦 因为这个全证的交易金额 在4月低的时候 曾经来到66亿这么多 全证一涨才1、2千块 它可以来到66亿 5月10号前几天 也还有43亿 但是在今天呢 全证交易金额只剩下20亿啦 所以是财户大概暂时都不敢玩啦 因为断头的断头 违约交割的违约交割 所以整个行情的变化呢 有慢慢逐底的一个趋势 目前关键有几个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的成交量 还是算偏高 也是5千亿上下 那慢慢的量缩 最好可以大盘的 慢慢的震荡的幅度 第一要缩小 最近上中下行 起跳都是三四百点 慢慢的 这个政府要缩到 一两百点以内 甚至一百点以内 然后呢 成交量慢慢的萎缩 萎缩到三四千亿 如果可以接近三千亿 那就非常漂亮 从最大量的八千亿 掉到三千亿 该卖的都卖了 该退场的也退场了 让充满慢慢的 逐渐沉淀之后呢 反而有利于台股的一个 另外一个中长期的发展 因为之前的这个台股 是过热 所以才会发现 最近杀凡杀最凶的 反而是之前最强的 钢铁跟航运 事实上钢铁航运 基本面并没有 瞬间变差 那导致这么重挫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多 太多散户 在钢铁 以及航运身上 而且钢铁航运身上 不只是现货多 不只是融资多 连当冲的也非常多 所以最近 很多都是怎么样 都很喜欢去低接洋民 低接长荣 因为你知道接起来 它随便拉 可能就5% 7% 甚至拉到涨停 但是这三天 长荣跟洋民 都是锁跌停 所以你买进去以后 直接就锁跌停 然后很多散户 根本没有想要交割 因为大家都要干嘛 大家都要无本当冲 他根本就没有放钱进去 他只想要赚钱就拿出来了 昨天当冲占比较到47% 又创新高 对啊 最近都好像是很多违约交割 最近帮忙带电的金额 像昨天带电的金额就高达3亿 就是你根本讲不出违约金 券商带电了 对 各种管道加起来的带电金额 非常多 他根本拿不出 50万 100万 他根本拿都拿不出来 表示过去的大盘的量 都是由这些 完全没有实力的转户去拱上去的 这一波很多股市新手 玩当冲的恐怕损失很惨重了 对 很多overloss的一堆 所以当冲的已经overloss 我约交割最惨 然后融资也很明显说断头 我们上次有讲 现在无论是大盘还是上柜 融资层数都是六成 六成的意思是说 只要三根跌停 跌三成以上 你就会面临断头追缴 现在电子股早就四成左右 然后最强的钢铁 融资夺到钢铁 融资夺到航域 也通通都是30%左右 现在维持率大概多少 整个大盘的只剩下144 以今天来讲的话 那也很接近了 130就是底线 通常是大空头才会来 我们说一个小空头 打到140已经是非常可怕 我算过 如果从17709算0.78的话 大概在年限的位置 13000左右就是融资维持率 如果以加权值的这个空间来算的话 大概年限的位置 就130融资维持率全面就要发出的 没错 所以如果疫情没有失控的话 就会引发一个全面性的断头 那台股就会 那全面性断头很惨 那就深不见底 那所以有融资的朋友们 一定要尽量的降杠杆 所以台股目前就是走一个去杠杆的过程 如果甚至像期货选择权 导装大overloss的也是大有人在 昨天报纸写 那天礼拜三期货上 选择权期货上不是百亿吗 对 很多的卖方都是直接阵亡的 对啊 很惊人的数字啊 对啊 因为昨天的选择权权都是百倍 跟期货商已经在协商债务的了 对非常多 所以这个整个大盘就受到伤害了 好非常谢谢阿哥